在運通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劍 今天盤勢 價錢股價指數 從早盤的漲了30幾點 收盤變成跌了95點 那我想今天很多人會問 是不是這個地方 開始漲多要修正了 甚至於是反彈結束的訊號 我知道這是很多人 現在心裡想問的問題 但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現在去問 因為你是收完盤之後 你才看到跌了95點 那你有沒有辦法在盤中 它漲的時候把股票給賣掉 有沒有辦法 如果你能夠在盤中 把股票給賣掉 跟你收盤來問 就已經差很多了對不對 差了100點了 但是這是每一天都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每一天你收完盤之後 你來問當天盤勢 當然啦 是算蠻及時的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這樣一個月下來 兩個月下來 三個月下來 會差很多啊 就像今天 我不知道你做了什麼動作 今天我們帶貨員 獲利賣出三檔 最近剛買 買完馬上大漲的股票 獲利賣出了三檔 那為什麼要互利賣出 很簡單啊 我說現在盤勢 就像我昨天這幾天跟大家談到的 你不要太急 你不用急 為什麼 因為現在你穩健操作 賺大賠小 你就可以陸陸續續的 好 建立起性情 我不會告訴你說 一檔股票要狂飆 當然啦 你問我說 有沒有洪家騰第二 我說有啊 但是現在還沒開始要漲 真的 洪家騰第二 我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還沒開始漲的時候 我不會馬上拿出來跟你講說 有洪家騰第二 沒有 現在還沒要漲 但是我們已經掌握在口袋裡面 那你的操作很簡單 你的操作應該是 我跟他講 就是這樣穩健操作 賺大賠小 我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一個禮拜能夠做幾檔股票 一個禮拜能做幾檔股票 不要講多 一個禮拜你做一檔股票就好 你一個月就做四檔 三個月你就做十幾檔股票 如果你兩個禮拜做三檔股票 一個月做六檔 進出六次 你三個月就進出十八次了 我是說兩個禮拜才進出兩次喔 才進出三次喔 那如果你這樣子的一個 你就是你看準的在下手的前提 三個月你就可以進出十幾次接近二十次的情況 如果你每一次都可以賺多一點 賠錢賠很少 那你覺得你能不能把錢賺回來 很多人問我啊 那我是股災很衰啊 不是你股災全部人都股災啊 可是股災的時候有人賺錢啊 來來來你看 這檔叫文貌 3105的文貌 好我們就看著 我們操盤軟體來做 這地方39.95 39.85元請你做多很清楚 漲上來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箭頭提醒你賣出 在47塊的地方提醒你賣出 繼續再漲 又提醒你囉 真的高點到囉 出現連續出現兩次 代表著這個地方有人在出貨 好不好 出現一次 第二次你一定要走 第二次你一定要走 好 49.6在提醒你賣出之後 請你放空 放空下來賺錢啊 對 做多漲上來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圈圈 就在這個地方箭頭 請你賣掉 對吧 都賺了 好 然後放空 又賺了 這一筆沒賺 這一筆小培 這一筆 但是小培沒關係 你進場再放空又賺回來 那你進場做多咧 又漲上來了 那今天一早文貌 3105的文貌 有沒有出現一個箭頭 是不是出現一個箭頭 請你賣掉 一早 你是軟體用戶打出來看喔 來 這裡3105 一早出現一個箭頭 請你賣掉 然後呢 它就掉下來了 我跟大家講 人家說會做股票的 會賣的是師傅啊 會買的只是徒弟 也會賣的是師傅啊 那當然如果我們能夠做到師傅等級 會買也會賣 那不是很好嗎 大部分的過去軟體 沒有辦法在高點心裡賣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你手中操盤工具 操盤軟體 基本上它上漲是紅的 下跌是綠的 但是問題 它要漲一段之後才是紅的 很恐怖啊 漲一段之後才是叫你買 你當然不敢買 跌一段才變成翻空 綠的 你當然不敢空啊 接著就會發生什麼情況 它就告訴你喔 你要三個疊在一起看喔 對不對 疊在一起 講一大堆你也聽不懂啊 我跟你說 真的好的操盤工具 根本不用解釋 你用眼睛看 我請問你 今天3474華雅科 如果你能夠再一早賣掉 那會不會很漂亮 今天6116的彩晶 如果你可以再一早賣掉 會不會很漂亮 五二七四 信華一早請你賣掉 收盤跌停板 會很漂亮嗎 當然問題啊 重點啊 3474華雅科 我知道很多人有 很多人都會買 但是你不會賣 對不對 那你來看我們的操盤工具 來 操盤工具 華雅科在這裡翻多 買進對不對 翻多嘛 在今天一早出現一個箭頭 請你賣出 24.2 真的 你是我用戶打出來看 一早就出來了 還不用跌喔 華雅科一早就出現一個 你就知道今天大概慘了 大概不妙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出現一個箭頭 你一定要賣 那你仔細看喔 華雅科上次出現提醒賣出的箭頭 除了今天之外是哪一天 是51.2 51.2喔 3474你仔細看喔 你是軟體用戶打出來看 這一天 上次請你賣在這裡喔 中間就沒有出現賣出訊號了 表示說你這裡沒賣你就沒救了喔 51.2喔 你是軟體用戶打出來看 你會不會欽佩自己 你會不會覺得很感動 華雅科喔 華雅科喔 51.2喔 這裡喔 請你賣出喔 來來來來來 這裡請你買進對不對 我已經節目上跟你講了嘛 幾天前就告訴你華雅科已經翻多了對不對 好吧 翻多了 重點是今天一早要請你賣啊 對不對 有沒有箭頭 有啊 我跟大家講 這一檔叫做5274的信華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請問哪一天請你賣 今天一早是不是請你賣 339 上一次請你賣 你請看是哪一天 剛好是380塊 這一檔是5274的信華 就這一檔5274 還記得兩年前 兩年前信華 5274的信華兩年前 我來做圖給你看對不對 我說它是會漲一倍的高價股 那時候是140幾塊 我們買149151信華 那是兩年前的事情 結果信華不是漲 不只漲一倍喔 它漲到哪裡 它漲到380喔 它不是漲到280 它漲到380喔 但是漲到380會不會請你賣 會 請你賣 今天咧 5274有沒有請你賣 你打出來一定有 保證有 絕對有 賣的會怎麼樣 賣的很開心啊 因為你就會問啊 賺的飽飽的啊 那如果美國527真的壓回 喔這樣就讚啦對不對 如果真的美國527壓回 那我們什麼時候買股票 對啊 真的就是這樣 你要想這個問題 我跟它講 會買股票 會買股票 其實還好 重點是你會不會每一次 就是我跟妳講 你要打電話去 它就 你就可以買了嘛 你網路下那也可以啊 問題是你買到會不會是標股 對不對 來 這一個叫宏冠店 人家說會賣股票是 會賣的叫師傅啦 會買的是徒弟 那我們當然要當師傅啊 3257宏冠店 527塊6一個箭頭請你賣 真的啦 賣在多方 一個箭頭請你賣 接著轉空掉下來 接著做多漲上來 接著請你放空掉下來 接著請你做多漲停板 我請問你今天指數跌了95.3257 3257今天有沒有再漲停板 什麼時候啊 57塊6在這裡 請你賣掉 請你放空 請你做多 請你放空 請你買進 你跟我說 會不會是沒睡飽 做夢夢到 不是 真的不是啦 你是所有的軟體用戶 你打出來都一樣啦 你自己看啦 對不對 這不是睡沒飽耶 不是跟你做夢耶 不是耶 這一個箭頭在這裡沒有 請你賣掉嘛 這你是不是請你放空下來嘛 請你做多上來啊 請你放空下來啊 請你做多買進買完漲停啊 今天咧 3257 3257 今天是不是 又漲停板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真的好的工具 它如果一檔會準 兩檔三檔就會準 那如果操盤工具是過去的 也不是你的操盤工具的錯 如果你手中有操盤軟體 你不相信操盤軟體 我也相信這是對的 因為過去很多人認為說 哪有可能電腦可以撿股票 為什麼 因為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就有很多熱賣的一個 所謂操盤工具 它有很多個工具要疊在一起 那過去不會準 現在當然不會準 更何況它已經賣了十幾年了 賣了十幾年 十幾年前的東西 怎麼可能現在會準 我們講句坦白的十年前的手機 十年前的車你還開嗎 當然不要嘛 對不對 那個安全問題嘛 對不對 1566 20 這個地方自己放空 下來 輕你做多 好沒關係我們一整張 這裡輕你做多 好 然後這裡一個箭頭 請你賣掉 對不對 再來 下來 輕你做多 那我請問你 我們操作股票就是這樣嘛 穩健操作賺大賠小 如果能夠穩健操作賺大賠小 每個人都要啊 如果它過去每一次都對 請你買進之後 還能夠再高點 請你賣掉 那下來之後 請你做多我當然要買啊 對不對 這裡請你放空 這裡請你做多 這裡請你賣掉 這裡請你放空 這裡請你做多 全部都對啊 我為什麼不跟著說 我們是怕說 我用我過去的技術分金 做股票都賠錢 所以我不敢進場啊 對不對 你說我的技術分析 你說你的技術分析 不夠純熟 波浪理論 不夠的send out 所以你賠錢 所以你不敢做 很正常啊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看一個畫面 它每一次都對 它又翻多了 你要不要買 它都對喔 你有這麼衰 所以你賣就你會輸嗎 沒有辦法 如果是我一定會賣啊 對不對 這裡放空下來 做多請你賣掉 放空下來請你做多 那請問你1566呢 還不是一支喔 一支 兩支 請問哪一天請你買 這一天 你會跟我計較 沒有買在最低點嗎 不會了 對不對 因為它跳空長停板 跳空長停板 誰會跟你計較 是不是買在最低點 我跟他講 真的啦 真的啦 中南部的朋友 很多人打電話問 很多人打電話問 那個 因為我比較遠啊 如果要來我們公司 看操盤軟體的話 那怎麼辦 我跟他講 如果你來看 你滿意的話 先講 因為我節目上不能講說 買貨什麼的 就是說你滿意的話 我們會幫你出高鐵的費用 但是我敢跟你講 保證你滿意啊 真的保證你滿意 所以很多人 都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說我是南部人 人家也真的是南部人 對不對 南部人他說那我不看 那高鐵費用 兩個人的高鐵費用 是不是可以扣掉 大家都很聰明 然後跟大家講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們的 操盤工具很不錯 我也覺得很不錯啊 那真的覺得不錯 來你是中南部的投資朋友 你說我現在不方便上去看 沒關係 可以線上 你可以體驗 我們會教你 我們工程師會教你 工程師會教你 怎麼樣從你的電腦 下載一個免費的軟體 然後可以連到我們公司的電腦上面來 他會教你很簡單 很簡單耶 他會教你很簡單 你就要直接連 你就會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對 你就會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你看喔 就這樣子的畫面 對不對 是不是很棒 這裡空 這裡做多 這裡賣掉 這裡 這裡做多嘛 然後跳空掌靈板 跳空掌靈板 對不對 你就看到這樣子的畫面啊 五十七塊六 請你賣掉 放空 做多 放空 做多 今天呢 宏冠店又漲停板啊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接下來的行情變化可能會比較大 坦白說啦 因為來這裡了嘛 對不對 那假設美國股市壓回 又或者美國股市不壓回 我們怎麼做 你心中總該有個底啊 對不對 總該有個底 哪一些股票現在是多方 哪一些股票現在是空方 有人說他一定要放空的 我知道你如果要放空 你看到我們軟體很多人的股票 都不能空嗎 我下班都跟你講TBK 很多人說他要空TBK 然後我們插保軟體看了他不敢空 為什麼 因為我們插保軟體做TBK全對 所以他不敢空 等等給你看 真的你要放空你要做多都可以 看你要做哪一些股票 你說我所做的股票 還有未來如果真的大陸股市開盤 又跌了咧 下禮拜如果開盤跌 每個股市跌怎麼辦 如果沒有跌 押回來什麼地方 買什麼好的股票上來嘛 這才是重點嘛 你要做什麼股票 未來什麼股票去啊 來你是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就算你住在台北 你不方便來也可以 好來 線上都能夠體驗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階段再回來 我們先重複 能源投庫 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能源投庫 智庫村縣 02-2321-9933 2321-9933 立財新革命投資新思維 改變就從現在開始 選隊團隊輪圓投庫 為您精準掌握投資新買動 選擇輪圓讓您採付輪圓 無專線02-2321-9933 02-2321-9933 掌握豁密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忙碌 賺錢不斷重複 能源投庫 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能源投庫 智庫村縣 02-2321-9933 2321-9933 投資自己潛力無窮 現在訂閱理財周刊 一年五十二期 限時加送八期 總共六十期 只要八千一百八十八 詳情請洽訂購專線 02-2392-6680 02-2392-6680 或上里州網站查詢 很多人問這次股災賠了錢怎麼辦 能不能撞回來 其實我跟大家講 我說能撞回來你也不信 真的啦 我說能撞回來 你也說不可能 過去都輸 對沒有錯啊 因為你過去都輸 你的做法如果沒有改變 你的今天 你的明天就是你的今天 你的後天就是你的明天 你的後天就是你的今天 一樣嘛 都沒撞 那就別做了 每個人想法都一樣很清楚 從什麼時候你會改變 改變從你自己親身體驗 你自己看到的時候 你就會改變 真的 真的這不是說服 我沒有說跟你說服 因為我跟你講的是真實的話 來很多人說TPK 有夠拍者 夭壽喔 有夠拍者的TPK TPK哪個拍者 你自己看啊 你自己看 210塊這裡請你做多 這裡一個箭頭 提起你賣出 這裡又有一個箭頭 又提起你賣出 接著請你放空 接著請你做多 接著請你放空 接著請你做多 接著請你放空 我請問你哪一筆會賠 我就再問你就好了 你說TPK很拍者喔 我們就不要賺很多錢 我們就不要賠很多錢的前提 賺到一次賺很多 賠到賠很少 我請問你有沒有賠 這裡做多上來 請你賣請你賣 這裡做空 這裡做多 這裡做空 我們都沒有賠啊 哪一次賠 好好好 你先看完了 沒有賠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喔 賺的喔 這裡做多這裡賣 這裡賣有沒有賺 有啦齁 這裡放空現在有沒有賺 有啦齁 這裡放空212塊 放空下來 這一筆做多的沒賺 補賺189.5 這樣子賺22塊對不對 再空一次這樣賺多少 賺100對不對 什麼時候翻多 82塊2翻多啦 不是最低一點啦 3673 TPK最低點66 我們哪一天翻多 這一天翻多啦 好 來 空212 189再空 這樣賺22塊 在空下來 不是補最低喔 因為這裡沒有訊號 所以不會補 來這裡做多 補掉 反手做多 這樣賺100 反手做多 請你賺100 那我請問你 如果過去TPK喔 這麼長這個月喔 很多人做TPK 很多人做高價股 買進去 我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如果你能夠都贏的話 你覺得咧 你會不會跟著做 要是我肯定跟著做啦 你就不用拆了嘛 對不對 TPK喔 最難做的喔 200 200賣嘛 放空放空嘛 這裡做多 我請問你 今天 3673 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漲停板 93塊8 我請問你 你是會覺得很訝異 還是你又不小心繼續空了 你要空可以啊 他會叫你空啊 你要空空189 空212啊 對不對 如果未來TPK會大漲 你會壓力還是開心 當然是開心啊 在這裡還沒漲啊 早就請你做多啦 是不是早上請你做多了 觀眾朋友來我們公司 他要看軟體 他一次就買了兩套 原因 我覺得很訝異 為什麼要買兩套 因為他說他都做高價股 都做聯發科 做TPK 做漢微科 做大力光 那不只他做 他的朋友也在做 他的朋友也在做啊 所以咧 對貨錯很重要 到底做對做錯 跟我們的操盤工具 賣多少錢是沒有關係的 對不對 如果有一個工具可以讓你都準 準這麼多個月 這樣講好 你會跟我說那個工具很貴嗎 不會啊 來 我跟大家講 真的好的工具 可以請你賣在最高點 我們不要講太多 華雅科 請你賣出 來喔 現在TPK是不是漲停 你要問喔 好 這樣TPK 今天TPK漲停 對不對 哇 漲停板啊 美國股市如果壓回未來 指數修正 賣哪一天 賣哪一天 等哪一天出現箭頭賣哪一天啊 哪天出現箭頭 結果這裡這裡出現箭頭啊 他不會隨便活出來 這裡這裡出現箭頭啊 就像這華雅科啊 這裡出現箭頭啊 啊是不是出現箭頭之後 他就今天3474 就這樣子了 一早就出來了 對不對 啊華雅科上一次什麼時候出現 請你賣出 五十一塊二 真的 這支叫彩晶 你要做高價股 做低價股 做投機股 做機油股都可以 彩晶五塊七 請你發空 沿路下來 請問哪一天請你賣出 欸看到了 今天 對不對 3.37元 你做得多 上來這裡請你賣掉 沒有錯吧 好 那這支彩晶呢 真的 會賣股票的是師傅啊 那當然啊 如果我做股票 我每天好幾百萬在裡面輸贏的 對不對 我當然要師傅等級的超盤工具啊 我們當然要師傅等級的超盤工具 我跟你講啦 這個叫利特 更便宜了 可不可以 利特是不是在這裡 一個箭頭請你賣掉14塊 這東西你賣掉14塊 然後請你放空下來 請你做多上來 請你放空下來 請你做多上來 請你放空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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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做多上來 我請問你 穩健操作賺大賠小 你還沒賠過小的咧 還全對咧 這裡做多上來 請你賣掉 放空下來 做多上來 又請你賣掉 在這裡做多上來 又下來 這相合你覺得有合嗎 今天利特 3051出現一個箭頭 3051出現一個箭頭 湯平 真的啦 這我昨天跟大家講的 這一檔股票 對不對 我們買的股票 之前一百二十幾塊 每天成交三四千張 那是不是過去的熱門股 那現在股價不到15塊錢 虛擬實境概念股 我說不到15塊喔 不到15塊喔 這些指數跌100點對不對 那你自己看喔 這裡是不是放空 這裡做多 都對 你要不要跟著做 當然要啊 做得會怎麼樣 昨天不到15塊嘛 收盤14塊9嘛 14塊9 14塊9 今天平反14塊9 啾啾啾啾啾啾啾 要不是今天指數跌 早就鎖起來了 平反是不是14塊9 沒有很難啦 用看了就知道啦 因為那個箭頭很明顯 你絕對不會看不到啊 紅的跟綠的很清楚啊 不用教你說 要看幾分線幾分線 不用 我們沒有那麼複雜 因為匯準的軟體 你看也就是匯準 不匯準的講再多 你聽不懂 他想要告訴你很多事情 來告訴你匯準 不用啦 來 要搭巴士還是大兵士 看你用哪一個武器 如果你是南部的投資朋友 中部的投資朋友 你說可不可以在線上 看我們的操板工具 我說可以 麻煩你先預約 因為很多人在預約 我們會先按照你打電話進來 順序幫你排時間 如果你比較晚打 你的時間被別人卡住了 那你可能要看的時間 就要往後眼 你早上中午晚上都可以看 但是如果你的時間 被別人卡住了就不行 所以你可以先打電話 先預約時間 今天週末 祝大家週末愉快 nuej 大家快點 你最多便了 人手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為什麼不夠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找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淀 享受著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而排氣密窗 公寓散其事 必先利其氣 想战胜股市 您不能没有操盘工具 胜者为王 全色操盘系统 红买绿脉 选股操作 工具在手 统统掌握 另一个不打02 23219933 23219933 公寓散其事 必先立其器 想战胜股市 您不能没有操盘工具 胜者为王 全色操盘系统 红买绿脉 选股操作 工具在手 统统掌握 另一个不打02 23219933 23219933 理财周刊与赢家日报 是您最佳的理财商听 缺一不可 现在订阅引记理财周刊 加赢家日报 只要9188 更多优惠张案 请立即拨打客服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像一度 像两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五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啦 就是这样啦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 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第一台不需要安装冷媒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 应该说它是一台 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式冷气 免工具 免安装 没有压缩机 不用 我可以用这一台水冷气 我可以用这台水冷气 我可以用这台水冷气 感谢观看